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今天我们要讲到 韩版3月第三周的更新 本周更新内容非常多 因为是死神大改版 我们就来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我只要动点讲一下 死神改版 他内容物非常多 我这边直接把他用google翻译给你们看一下 请参阅 第一个就是死神改版 然后他的技能做了很多大幅度的更新跟调整 再来职业转换 这次的职业转换里面的独特子记 有死神的技能 好在这第三个讲到的内容就是 关于转值的 界面幽化了 而且并且新增了转值装备的数量上限 好界面优化在装备部分 可以清楚的看到所有的装备内容 让比较一目了然 第二个是这个转换的东西 可以看到这些你哪些是有转换的 他会把所有装备的内容列出来给你看 再来转换的武器装备 如果上面有上祝福或是习属性的话 可以清楚的看到他的属性能力值 龟甲数量原本只能转两件变成转成四件 原因是因为金龙甲的关系 所以把盔甲的上限提高了 下面就是开放了限时活动技能兑换 300万跟180万的技能 这边是死神改版之后 会在村庄出现一个死神镰刀的雕像 他的能力值是HP MP加100 远近法伤加1PVE伤害减免加1经验值增加3% 更新当天会可以开启死神的信物 里面会获得一个服食最换卷 还有一个死神信物的收集品 死亡加3攻击速度加5% 新增了新的变身和魔法娃娃 变身新增戴安娜红变 然后娃娃的话部分 新增唯一级娃娃统治者吉尔塔斯 红娃强盗首领 然后再来是两张死神的绿娃 这边是当你取得青娃吉尔塔斯之后 会获得的奖励道具 第一个是无限的回卷 第二个是无限的先后做料理 然后会获得一个新的称号 叫做异界的大师 能力值是经验值增加10% 然后英海撒叶子消耗减免加10% 好这边新增新的圣物卡 三个紫色四个红色两个绿色 接下来是新欧灵痕迹第六季 本次欧灵痕迹有许多内容的更新 然后TJ会在签到里面 按每周发放 好这次更新还针对大师级的副本 做了全面性的平衡调整 基本上就是属性能力全部上调 他调整的区域有 Ionene城堡魔族之地还有支配塔 然后里面也新增了这些地图的掉落物 这次还针对传说级以上的魔法娃娃 做了平衡性的改善 主要是针对英凯撒的叶子消耗减免 还有经验值加成 下面是讲到是提高物理防御率的效能 他主要是针对物防对于远近回避率的改善 好的以上就是韩版本周死神大改版的重点资讯 如果有更多后续的详细内容 我会再帮大家做影片介绍哦 我是丁丁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